马大新庆年前主席黄彦各的蓄意羞辱和破坏公共安宁案今天续审 他表明除了举牌抗议实证校正 他还反对另一名在马来人尊严大会上发表种族启示言论的马大前讲师在那吉林 黄彦各也点出他在台上呼喊的声音根本就没有掩盖思议的声音 针对黄彦各在马大毕业典礼举牌抗议的案件 辩方律师今天向推示庭提成新证据并在庭上播放两段影片 内容是马来人尊严大会执行秘书 也是马大前讲师在那吉林的开幕词 在那声称在希腊语马来西亚的意思是马来人的岛屿 代表这个国家属于马来人 作为辩方第一证人的黄彦各随后共称 他对在那的言论感到生气 因为后者扭曲了国家独立的事实 因为马来西亚是由半岛沙巴沙拉越各种族宗教的人所组成的国家 非马来人群体也有为国家独立而奋斗 除了提出新的论据 黄彦各也修改了其中一个证词 就是他在毕业典礼的舞台上 举着牌子高呼口号的时间 从原本的八秒改成九秒 他强调事发当时 思怡正在用扩音系统讲话 声音比他在台上抗议的声量还要大 言下之意 大多数的来宾根本听不见他的呼声 黄彦各也重申 从他打开纸牌到高喊口号 仅仅用了九秒的时间 之后就马上下台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而他的这些举动 没有对当天的毕业典礼造成任何影响 黄彦各表示他在脸书发布抗议影片 其实有三个用意 第一就是抗议校长在大会上的言论 其次他反对校长以马大的名义 甚至滥用职权和学术自由 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议程 最后他希望通过贴文告诉公众 特别是那些意识到马大问责制度失败的学者和大学生 他们有权对校长发表意见 黄彦各也说他不认同校长提出的 华裔都是有钱人的言论 并表示本身也是来自低收入家庭 由于时间限制 黄彦各无法在今天完成自便陈词 推示则定案件在10月17号逝审 代表律师张家恩表示 辩方在下一次审讯会专注于灾纳的言论 以及黄彦各的想法和意见 接下来辩方会继续引导黄彦各供词 之后就会交叉盘问 再交由辩方重新盘问及总结陈词 八度空间萧子惠 吉隆坡报道 请不吝点赞 吉隆坡报道 请不吝点赞 吉隆坡报道 请不吝点赞 吉隆坡报道